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杨,马上快要端午节了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粽子的新吃法,这是我提前一个晚上泡发好的糯米,这个糯米泡的时间越长,吃的时候更软糯一些,首先准备上一个冷屉,在上面铺上煮好的粽子叶,然后再把空干水分的糯米倒入里面, 铺平以后,在上面再放上一层粽子叶,把糯米上锅蒸熟,下面利用这个时间,把蜜枣从中间切一下,糯米蒸了有40多分钟,差不多了已经,看一下, 嗯,还不错,取出来,这个糯米蒸的好香啊,浓浓的粽叶味儿,这个粽叶千万不要扔掉,然后再把它放回笼梯里面, 在蒸好的糯米里面,加入一碗的清水,稀释一下,水不要加的太多,像这样就可以了,下面再把糯米铺到笼梯里面, 涂抹平以后,把切好的蜜枣摆在上面, 摆好以后,在上面铺上一层糯米, 再铺上一层糯米, 摆好以后,在上面放上一些冰糖或者是白砂糖都可以,不喜欢吃甜的也可以不放,或者是少放一点, 然后再把剩下的糯米全部铺在上面, 这样就可以了,再铺上一层粽叶, 用手按压一下,然后再放入蒸锅里面蒸上20分钟, 20分钟以后,关火取出来,好香啊, 把上面这一层粽叶取下来,直接倒户在案板上面, 然后用刀切一下, 粽子这样做,简单好吃又过瘾,喜欢的朋友赶紧尝试一下吧, 好啦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, 喜欢小羊的视频, 进行转发,关注,评论,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!